中共外交部長王毅 正在由所羅門群島開始 對太平洋地區的八個國家進行大規模訪問 據《澳洲人報》報導 5月26日 澳洲外長王英賢將會前往非製 對南太平洋國家進行一次訪問 預計總理阿爾巴尼斯 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 對印尼進行一次重要訪問 並且將會盡快訪問 巴布亞新基內亞 阿爾巴尼斯和王英賢 還將會出席7月中 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 證明澳洲正在傾聽太平洋夥伴的意見 5月25日 在東京的四方會談 飛回悉尼之前 阿爾巴尼斯說 他與美國、日本及印度四方討論了該地區的性質 和確保我們與其他國家接觸 包括在這裡與東盟國家接觸 推動我們的共同觀點 四方會談成員 正在計劃增加他們在印太地區的足跡 掀制北京的軟實力推動和軍事野心 在5月24日較後時間 中共外交部透露 除了所羅門群島外 王毅還將會訪問 基里巴斯、薩摩亞、菲製、湯加、阿魯阿圖 巴布亞新基內亞和東帝民 中共高層的這次訪問 將會帶給阿爾巴尼斯新政府壓力 工黨政府希望在中共努力 拉攏倒各地區領導人的情況下 重建以及鞏固澳洲 作為太平洋島國首選夥伴的地位 王毅的出訪行程 是四方會談在東京閉幕時公布的 主要是對抗美國和澳洲 在該地區加強的外交活動 王毅預計 將會和所羅門正式簽署有爭議的 所羅門群島安全協議 並且可能會在這次訪問 公布一系列其他合作備忘錄 據報導 它還將會和基里巴斯 達成新的安全協議 中國駐巴布亞新基內亞大使館 也一直在遊說巴布亞新基內亞政府 准許向該國安全部隊提供援助 以防止該國在6月的選舉期間爆發暴力 澳洲副總理李查德·馬爾斯說 在中共和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協議之後 澳洲需要和太平洋鄰國積極接觸 亞爾巴尼斯 將會優先考慮訪問印尼和巴布亞新基內亞 但是由於巴布亞新基內亞 將會在7月2日至22日舉行大選 訪問該國首都城市 莫士比說的時間可能會推遲 據稱美國總統拜登 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 和國家安全顧問建克·沙利文 以及亞爾巴尼斯和王英賢 討論了所羅門群島 4月和中共國簽署安全協議之後 在南太平洋地區 不斷加劇的地緣戰略競爭 拜登的高級顧問非常積極感 和亞爾巴尼斯政府合作 擴大四國集團和盟友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 王英賢在宣誓就任 申職幾小時後 在一段錄影 直接向太平洋地區領導人呼籲 聲稱澳洲 知道沒有什麼比氣候變化 對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福祉更重要 他說 我們已經聽到太平洋地區的聲音 我們將會採取行動 在我們應付氣候危機的過程中 和太平洋地區並肩作戰 王英賢和亞爾巴尼斯 還將會在6月的太平洋島國論壇上 向該地區的領導人 講解工黨的新太平洋政策 包括在4年內 增加5.25萬澳元的援助 准許更多太平洋工人進入澳洲的新政策 以及每年以抽獎方式 給予3,000名太平洋人 在澳洲獲得永久居留的計劃 前澳洲安全情報局局長鄧肯劉易斯 呼籲新的阿爾巴尼斯政府 要發展與印尼的關係 以應付在太平洋輪郭的國際事務上 所面臨的挑戰 新任總理阿爾巴尼斯承諾 他的政府 將會認真對待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戰略環境 5月26號 阿爾巴尼斯向天空新聞表示 我們的政府採取行動 我們將會與我們的鄰國 進行更有力的接觸 阿爾巴尼斯表示 在大選期間 中共和所羅門群島的安全協議 是最重要的一個關注焦點 但是我們知道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 那只是他們想要完成的 一系列交易之中的第一個 在澳洲國立大學的國家安全博客節目中 這位前澳洲安全情報局長 和國家安全顧問留意師 對新的工黨政府持樂觀態度 他認為 阿爾巴尼斯可能會在國際方面面臨挑戰 他表示 如果你要和該地區的其他國家 在未來展開有意義的對話 那需要在一些信任和一些善意的基礎上進行 在這種程度上 剛剛發生的政府換屆 可能會令更好更自由 更暢通的討論得以進行 劉易斯說 我們一直處於對中國等國家的批評前端 我們最好是退一步 說話要輕 但是就要拿著大棒 手上要有實力 在過去的幾年裡 我擔心的是 我們的聲音 比我們應該做的要大 阿爾巴尼斯上任的頭幾天 在東京和四方會談的美國、日本 以及印尼領導人會晤 阿爾巴尼斯和美國總統拜登 一起討論了印太平洋地區的問題 以及美、英、澳 最近建立的AUKUS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協議 阿爾巴尼斯向7號新聞表示 鑑於我們地區正在發生的地緣戰略挑戰 我們根本無法承擔 不參加四國領導人峰會的後果 他曾經表示 希望澳洲和印尼有更緊密的關係 並誓言要加強和這個亞洲國家的關係 劉易斯指出 與英國與美國簽訂的AUKUS安全協議 改變了該地區的遊戲規則 澳洲與印尼的關係將會是至關重要 他說 印尼是一種需要比過去幾年更多關注的關係 這是一種關鍵的關係 5月26日 新上任的外交部長王英然 已經前往非制 對南太平洋國家進行一系列的訪問 王英然在5月26日的一份聲明中說 在我擔任外交部長的第一個星期 就出訪非制 這樣表明了我們對非制的關係 和太平洋地區交往的重視 王英然表示 在今次的訪問 將會討論我們如何能夠最好感 確保我們的地區 並幫助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太平洋大家庭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本台記者 夏楚軍在澳洲悉尼的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國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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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